太好了,我们终于可以回中国了 当然了,你汉语说的那么好,又是中国媳妇 中国是不会忘记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的 但是我人币这个好多钱 相当于我在俄罗斯工作两年的工作 我吃了五个都没吃到 娜娜吃了第二个就吃到了 你们有硬币的吗 好厉害 看来你是今年最幸运的人 这个东西都让你填 对不对 我们只有两个吗 都给你填,两个都给你填 特别幸运 你看,这个硬币 幸运的硬币 这个要放在全包 你放在全包里 好的 娜娜注定是最幸运的 目前是这样,就是针对俄国俄罗斯的留学生 是可以返回学校的 目前有这样一个规定 返回的时间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到五月份 嗯 这个你可以选择任意的一天 然后来返回 嗯 就是跟小子随便的 对,从一月份到七月份 然后就是如果有航班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 嗯 比如你选 比如你选七月份回来 就是七月份有航班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来了 嗯 但是回来是有一定的流程的 嗯 如果你选择回来的 嗯 你需要提前十四天到达这个出发的城市 嗯 然后进行十四天的集中 嗯 能 这个没关系吗 能 十四天 哦,知道 然后这个十四天期间 你需要做核酸检测 嗯 这个当时就是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就可以了 嗯 核酸检测 所有的核酸检测结果都需要是阴性的 然后你才能有机会 嗯 坐飞机到中国 嗯,知道了 然后呢,进入中国之后 进入中国之后 你下飞机之后 需要立即进行十四天的隔离 嗯 现在就是二十多天了 嗯 14天的隔离 而且这个十四天的隔离 还是需要 进行核酸检测 也都必须得是阴性 如果出现阳性 那就进入治疗的阶段 嗯 就没有办法 嗯 回到俄罗斯 在中国 对 嗯 对 在中国治疗 嗯 如果这个十四天 都是阴性的话 你就会 你就会 来到哈尔滨市 到哈尔滨市之后 在学校外面 嗯 七天的隔离 嗯 然后这个七天也是会 可以进行核酸检测测 看看这个 结果是阴性的话 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校园 但是进入校园之后 也要进行七天的隔离观察 嗯 明白了 嗯 然后七天隔离观察之后 如果一切都是阴性 你就可以进入到学生公寓里面去 但是进入学生公寓里面后 你需要在自己的房间里 在 独自居住七天 也是一周 嗯 这个期间也会 也会进行这个核酸检测 如果都是阴性的话 嗯 七天检测之后 你就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内 进行活动了 就是上课啊 吃饭啊 就可以了 嗯 知道了 所以整个下来就是 你签证怎么办 对 然后这个整个流程的费用 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 嗯 明白了 嗯 包括这个飞机票的费用 也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 嗯 所以 目前 整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可以办简证 你听懂了吧 你听懂了 签证 嗯 那关于签证 也可以 现在就可以 把吗 还是 签证吧 签证吧 签证这个细节 对 这个签证这个细节 到时候再去 去问 目前 我还没有 任何的消息 签证要怎么办 嗯 这个我还不清楚 嗯 嗯 嗯 但是你 你现在能做决定吗 是否要回来 当然 当然 啊 要回来哈 对对对 当然 嗯 大概是哪个月份回来 嗯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就三月份 刚把机票 就是刚刚有了 什么时候有机票 对 啊这个什么时候有机票 我也说不准 对对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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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你的意向是三月份 是吗 对对对对 其实 应该大概是 能够持续两元 然后 大概的费用 应该是在 万元左右吧 这个这个费用 这个时间 都是一个 嗯 不确定的 嗯 嗯哼 一切都要以实际的情况为主 嗯哼 知道了 所以就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可能就是 会在这个 两个月多的时间 嗯 然后费用大概是 五万元左右 嗯 明白了 就是这个 这个费用也是 不得 一不值 嗯 也是要以实际的情况为主 嗯哼 知道了 那你现在能做决定吗 还是说要 要考虑一下 就是我最近 回去 跟进去 时间上要看看 呃 学习 就是刚刚 时间 呃 什么时候有机票 然后就 再 确定一下 就是那一个 那时候 就是三个方 还是 这个 这个 不是 这个 这个机票 嗯哼 到时候 可能 包机 来 来中国 所以 目前应该 还没有 就是这个 航班 信息 嗯 所以 你现在 需要考虑的 就是两件 两个是 一个是 隔离的时间 你能不能承受 二是 隔离的费用 你能不能承担得起 嗯 也需要考虑这两个问题 剩下的一些细节的话 就是说 嗯 在接近你 离开的之前 我们会 应该会提前的联系你 而且到时候 呃 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 嗯 前方的工作人员 也会提前的联系 量 所以很细节 你不需要 担心太多 嗯 好的 只需要考虑一下这个 对 隔离的时间和费用 能不能承担得起 嗯 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可以做 嗯 啊 没有问题 对对对没有问题 好的好的 那你看 那你现在就可以做决定了 对 嗯 就是 嗯 对要回来 时间还不确定 就是关于时间还不确定 但是 更加回来 嗯 对 要来学校 然后时间不确定 这个时间 你什么时候 可以定理 因为 对吧是明天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对 嗯对对 可以 没问题 我明天就 写给你 好的好的 那你就到时候微信 发给我哈 对好的好的 嗯 好的 嗯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发 嗯 嗯 再见 嗯 再见 终于可以回中国 中国大使馆派飞机来接你们 啊 嗯 中国政府派飞机来接你们 那你怎么 我自己买票 天哪 你看看你今年许多愿望都实现了 特别快 刚才娜娜老师打电话来通知她 俄罗斯留学生可以去中国了现在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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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